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人民都会公平公正的会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给家人给社会一个交代 我希望更多的人要文明价值 尊重法律 人有抓到吗 有一个是自首的 那两个还在进行中 虽然案件还没有尘埃落定 不过总算在进展当中 这也让敬业的宝宝终于可以安心宣传新作了 当天发布会上感慨最深的莫过于导演陈思琼了 眼看自己指导的电影上映在即 而爱妻佟丽娅也即将临盘 可谓双喜临门 这也让陈思琼一亮相就忍不住现场一番出景生情 因为我媳妇也怀孕了 就真的跟一个人 一个女孩怀孕 要到生孩子那一瞬间差不多 对 我们现在马上已经代产临盆 就看这宝宝到底有多漂亮 大家有没有多喜欢他 但是我们所有主创该做的努力我们都做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宝吧 看似徐思诚台上分享将为人父的喜悦 不过小编却似乎听出了几分表白宝宝的意思呢 说来也是与王宝强的十年兄弟情 如今通过大荧幕在携手的方式呈现 或许就是彼此最好的纪念 此外 尽管大片云集的贺岁档 强手如林 不过唐人街摊案也未应鲜火 反应热烈 当晚首映里红毯更有黄博 林永健一家 宋茜 张静初 张新意 袁洪 杜纯 景田 朱石茂 陈佩思等 多位圈中好友 彭场朱镇 对电影表示出了期待之情 而陈思诚也对该片票房相当有信心 并透露续集已在筹备之中 第二部一就是喜剧推理 包括宝强和浩然的这对组合都会延续下去 然后其他的演员们如果他们有时间 然后有兴趣如果继续的话 我也会邀请他们来再继续到第二部 但第二部我们会在美国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